你现在在听的是Raymond Wong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看看订阅状况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等有直播和节目的时候大家会知道 希望大家帮一下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多谢大家的支持 朱军有一件事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的,他说男女朋友自顾另一方很正常,关于内地女性朋友的问题 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在一起,我都可以认为男人除了在床上会关心女友,平时就不当一回事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样,不过可能男方男人也是很累的,即是回了一日工作也很累 有些人不想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所以说到底也是要关心身边的人,以及要尽照顾身边的人的责任 你说得没错的,这件事 那说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国内有些,即是取消了一段时间的费用,现在又要征收 在8月尾的时候,山东就在济南王河大桥建设收费站 那里其实是国道来的,以前是不用收钱的 最初是要收,接着有一段时间不用收 现在他又要建设收费站 收费期限是25年 有些地方的国道,在国内已经要恢复收费 为什么要恢复收费呢?其实这个跟新能源汽车都有关系 为什么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系? 我之前有说过这些话题 因为你有新能源汽车的时候 有些人结果没有交到燃油税 在国内呢 最初是有收养老费的东西 如果在零几年的时候 国内很多地方都是过路要收费的 其实这个就是养老费 那养老费为什么要付费呢? 因为那些路要维修的 那一定要付钱去维修 没有人肯免费帮你去维修的 那些公路是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个问题 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燃油车越来越有效率 以及多了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是两样东西来的 是重击道路的维修的 为什么呢? 新能源汽车本身已经重很多了 之前我也说过了 如果是巴士的话 你本来柴油巴士走过 那条路可以走25年 有25年寿命的 你转了做新能源巴士 就是电池的巴士 那条路只剩9年寿命的 所以这些是电池新能源重击 这个道路维修行业的 或者道路营运的机构 新能源汽车 是制造了很多其他问题出来的 在国内呢 上年在江苏省 205国道 他又建了收费站 收费站 也是付钱的 其实呢 安徽、山西、甘肃湖、北吉林 陕西、江苏、山东 都有很多地方 在国道上 开收费站 为什么要开收费站呢? 其实没办法 因为收到的燃油税 已经没办法足够给养老的钱 2009年国内取消了养老费 取消养老费就不用交养老费 而是改了一个收费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转移支付的方式 2009年国内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做一个燃油税改革 燃油税改革就取消养老费 其实燃油税 新增的税收收入 就转移支付 分给地方 就是用来养老的 养护那些老费 其实你入油的 我之前在香港也有说过 有说过香港的情况 当你的新能源汽车太多 有些东西就真的要处理 因为 油费里面有很多是税收 但是如果有人用新能源车 你变成收不到税 因为收到的税 大部分都是拿回去做道路养护的工作 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国内有些人出来说 你的国度要收回钱 那你就重复收费 但是问题已经不是重不重复收费的问题了 有些人现在在路上开车 结果是没有交燃油税的 他们那些人是一元养老费都没有交过的 他们是用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人 如果是 有些人现在就说 国度恢复收费 是不是油价要下跌 其实当然 没用的 你这样想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根本就是 你收到的燃油税 都不够拿去养老了 其实这件事 就不是只是国内有这个问题 我说过很多次 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当你那个新能源汽车 拥有比例提高到一个水平的时候 你的燃油税收回来就不够养老了 这就是那个现实了 当然现在国度恢复收费 其实大家都看到的 是什么事呢 就是你维护扩建的资金是不够 地方政府是没办法处理的 因为你现在用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就是中央推出来的 地方都有配合 都是推新能源汽车 但是 就没有一个应对的措施 就是你推新能源汽车之后 如果 你的燃油税收少了的话 那你究竟如何 找些钱回来养老呢 现在是没有解决的方案 其实是 现在是没有解决的方案 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解决的方案 其实现在 那个油车的销量 是大幅下滑在国内 那你就搞到燃油税收入 又是大幅下降 那你道路维修的资金 那个缺口就越来越大了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那之前 为什么 都没有事呢 都不算有事呢 其实是因为地方政府 他们有土地财政 去买地可以收到钱的 批地出去收到钱 收到钱就可以填一个洞 但是现在 就糟糕了 其实国内 现在就不仅是国内收钱 现在有很多地方和城市 他们的罚人的钱 都是越罚越多的 那 上半年 其实国内的地方政府已经罚了 人民币已经罚了85亿了 上半年罚的钱已经够 上年全年的钱了 现在罚钱是 罚得越来越厉害 现在 其实现在内地的 土地财政 现在走不下去 其实有其他问题是会浮出来的 还有 现在要求就是扩大内需 提振消费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怎样呢 城市政府又要想办法 去减税 或者做消费补贴 所以国内压力也很大 有些人想着在香港搞先破后立 接着国内会来救 告诉你 这些是不能救的 其实是 我就是川委书记的老爸 就说其实国内压力真的不算贵 是不算贵的 以前经常听到外国怎样便宜 到国外自家 才知道一点都不便宜 其实因为 有燃油税在里面 他一定要收燃油税 不是必要有钱 维修工务 他一定要有 钱收也得 是不是 那 现在当然 地方财政压力是大的 为什么 地方财政压力大 其实现在 没有信心买地 没有信心买地 现在国内收回钱 还有就是 罚钱的收入大增 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 还有 有些 水电费的亦加价加得厉害 在国内开始都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没办法 地方政府 有些东西受不了 所以有些东西在国内也是困难的 所以不要幻想 国内可以扔一大笔钱来救香港 现在很难 我认为是 之后 那些 三四五六七八九线的城市 很有可能会做一件事 就是以前不收钱的东西 或者曾经收过的钱 但是没有收很久 他会收回 然后 有些东西会加价 其实 其实有些东西都是 大事的 因为地方的财政压力 是大到不得了 现在是处理不了的 其实 有些东西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说封面的话题 今天节目结束了 那些东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